今屆立法会地方选区总投票率30.2%是回归以来的新低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 在现时的政治气氛底下 有三成的投票率已经不错 由李卿平报导 立法会地方选区全日有超过135万人投票 上屆总投票率是接近58.3% 今屆比上屆低大概28个百分点 分区方面投票率最高的三个选区 是新界西南、九龙东和九龙西都超过31%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 投票率高低和公民责任感有关 在现时特殊政治气氛之下 有三成的投票率已经不错 本月投票率就是在反对派的支持者脱席 而爱国爱港的支持者也都未必不好投票 加上这个直转移植减少 政治气氛闻和 政治预测消失 选民 因为你可以免费坐车 可能一家大小走去做些休闲活动 导致他那种投票要减少 不过我负责这个因素应该不是最大因素 因为影响就有影响 影响有限 功能界别方面就有超过7万人投票 投票率接近32.2% 最高投票率的三个界别 分别是商界三 科技创新界和渔农界都有超过98%的人投票 至于选委会界别就有1426人投票 投票率是大概98.5% 政府第一次在三个六路口案设置投票站 大概22000个内地港人登记 选管会说超过17000人来了投票 其中落马州口案的人数最多 有7082人投了票 其次是落湖和乡源为口案 分别有5184人和5303人 另外有53人在竹高湾检疫中心投了票 有线电视记者李卿平报道